委員長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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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一次的疫情的演變 到現在這個階段 已經要因應世界形勢的改變 要推出2.0的方案 那這段時間 我們的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也好 我們的現在總指揮官 我們的院長也好 蘇院長在這段期間 給國人莫大的信心 到現在疫情還在控制之中 但是由於這個疫情的轉變 我們的百業 現在已經出現 更需要政府強力來推動 紓困的情形 我想我延續 我上一次在院會質詢的時候 也有提到 這個紓困的部分 一定要來加強 但是最近我遇到 因為機場就在我的選區裡面 我遇到了一些案例 在這邊要先來跟我們交通部 和我們院長來討論一下 因為我們依照這個1.0版的 這個特別條例 訂了這個1.0版的紓困方案 那交通部也很快 就完成這個辦法的擬定 但是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 也就是說在這個行業別的部分 以及在這個機場的園區的地理範圍的認定上面 還有一些小小的限制 那也就是說我們知道 其實依照這個特別條例第9條 它的這個精神是只要受到 因為疫情的關係 受到影響衝擊的產業 都在我們政府大力輔助的範圍之內 但是呢我們現在的法條文字 卻限制說必須要在機場園區裡面 我舉個例子就是說 我們機場周邊其實有一些業者 是專門提供要出國的旅客 來這個進行這個停車 可能停一兩個月或是更長 那這些業者其實它是協助我們機場 的這個旅客的經營的發展 但是他們現在也受到很直接的衝擊 這個衝擊跟在機場園區內的 這一些商家也好或是什麼是相等的 可是現在當我詢問說 我們的交通部民航局 是不是可以為這些業者 也提供一些紓困方案的時候 他們卻回答說沒有辦法 因為在法條裡面的規定 要在園區範圍內 才可以來進行紓困 那我是不是請部長 你稍微再研議一下 不管是要修改這個辦法 或是用比照的方式 我們對於這些紓困 我們不能夠用這種僵硬的法條的解釋 我們政府的態度要更積極 還有像我們桃園的這個機場捷運 它也是直接跟我們這個航空業者一樣 這些大眾運輸業者一樣 特別是受到我們的機場的這個運量 衝擊最大的這個產業 那是不是也請我們的部長來考慮一下 在未來要提出相關的這個紓困的方案 是 我們會跟桃園市政府來研議 來協商 那畢竟機場有它的範圍 那機場外在附近 它實際生活受到現在因為機場 幾乎是剩下百分之一的這個出入境的人數 那這個部分您剛提到就是停車場 還有桃園這個機場捷運 我們再跟市政府來討論 看市範圍或程度要怎麼樣來 這個用什麼方式能夠來協助他們 對 因為我所提到的並不是說 這個全部的彈子都要壓在交通部身上 我所提出的是說真的直接跟我們的機場的營運 這個數字下降有直接關聯性的這些行業 以及這個我們的這個相關的產業 才在這邊來請求就是說 我們交通部可以適度的來修改你們的這個辦法 來把這些東西都來納入這樣好不好 我跟委員說明一下 因為有關機場的部分 最主要是一些權利金 還有租金還有土地使用等等我們的 但是目前也是用補貼的方式來進行 但是因為如果它是機場外的停車場 這個土地不是我們租給它的 所以就沒有這個租金權利金的問題 你們其實是用補貼的方式來做 在辦法裡面是這樣 因為我們現在行政院也參考交通部的模式 所謂的監困產業或企業 它的營業額如果減半以下 也確實有一定的適用的範圍 所以雖然即使不是交通部的方案 那可能是經濟部或其他的部會 也是可以參照辦理 所以我會來跟桃園市政府研究 就這個受創比較嚴重的 那它的營業額甚至是減半以下的 我們會想盡辦法 要盡量來協助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說 為什麼我要請蘇院長 就是說這個地方政府一定要表現出非常積極 我們的紓困才會讓人民感受到有力道 因為如果現在很多抱怨都說看得到吃不到 包含說銀行的貸款也好 或是說延環交本金這些申請案也好 其實都遇到類似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點 就是說連這麼直接相關的產業 都還要透過這麼繁複的方式 才能夠得到紓困的話 那這個將來人民的感受一定會不一樣 所以我在這邊是要特別要拜託 我們的院長跟我們的部長 在這些部分一定要更積極 那我們接下來我想要討論一下 我們桃園現在有兩個很重要的 這個快速道路的建設 其實非常的這個需要 我們中央來支持跟推動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台66線 這個題目已經30年了 從它1992年 因為當時時光背景的關係 沒有採用原本的全線的高價化這樣的施工 到它2003年通車之後呢 從2005年以來呢 這個改善工程已經有四次動工 可以說像擠牙膏一樣 一段做完再做一段 所以這一條是全國少見 這個快速道路這麼多個平面的交流道 到現在還剩五個 而且我們到現在 最新的進度是大溪端 已經準備 已經東工準備要來 跟我們的國道商號來做連結 可是在我們的觀音端 這個跟台61的連結 到現在好像還沒有納入設計裡面 所以我要講的事情是說 我今天特別講這兩條快速道路原因 是因為桃園現在是全台灣經濟發展的重鎮 而且在物流上面 因為機場在桃園 所以呢在航空物流 我們的高附加價值的產業 很多透過航空的物流來做外銷 或是進口零件 其實呢這個地方的這個工業區 還有沿海還有很多重大的工業區 像觀音工業區 大野工業區 還有我們揚美的宥斯工業區 都在這幾條道路的快速道路的連結裡面 那這個有非常多的工業區的大車 會跟我們民眾一般生活的小車 會如果這個高架道路沒有連起來的話 也有很多交通安全的問題 那如果沒有連結起來 其實對於經濟發展 東北也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這個地方真的不能再拖了 所以這個我們看下一張 到現在還有五個路口 那其實我們也有試圖去調 這個交通事故的資料 不然A1也好A2也好 其實都相當的多 每年大概都有超過一百多件的死傷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會希望說交通部這邊真的要加速 這個部分 那我們有跟這個公路總局 來要這個最新的騎乘 但是我想這個騎乘好像有點落 這是台66線 目前他們預定希望能夠完成的這個騎乘 因為我記得在去年的時候 其實這個可能也是在質詢的場合 我們的部長跟院長 都希望說在去年的今年 也就是2019年這一年內 我們可以來完成環差的分析 然後我們可以往下走 可是我看到它今年的騎乘 確實要等到明年 才可以走完環差 那這個讓我們地方的民眾很不能夠理解 因為這個並不是一個新的路 這個是一個歷史的錯誤 已經花了30年去矯正 結果是一段一段分別的動工 現在這一段要從頭開始做 又還要再這樣子 好像要蓋掉新的馬路一樣 又還要可行性研究 還要環差 然後後面這些東西 是不是可以請部長援議一下 讓我們再快一點 趕快把這件事情解決 是 我跟委員說明一下 桃園在這幾年 是全國得到交通建設經費最多的 軌道姑且不論 兩千億以上 那即使公路也是上千億 但是怎麼去串聯 把南北跟東西啊 能夠把路往形成 那過去呢大家有時候 高工局做高工局的 公路重局做空路重局的 地方做地方的 那我是現在是把它整合起來 所以針對桃園的路往的打通 特別是很難得 我們南北向 有國道1號3號 另外就是台61線 那我們東西向的 不管是台66 或其他的國二甲等等 這個節點如果沒有打通啊 其實就是篩 那個功效沒有辦法出來 因此在去年底 我們克服了萬然 把台66跟國道3號 整個就是變成一個系統 交流到的一個串聯 這個部分很謝謝部長幫忙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很重要 是國二甲 結果只通到台15線 這個我後面會講 那我說那往前就是台61線啊 為什麼不整個把它串聯 那當然地方有一些環保 或其他的考量 但是政策上我們就是一定要把它串聯 因為台66的部分 你現在的設計 這個圖裡面 其實還沒有包含要 這個連接到台61件這個部分 末端是還沒有納入設計 所以我前面為什麼說 我們要到底要動工幾次 我有要求公務總局跟高工局 一次到位 對 你台66線要串聯的三條南北向 對 都應該一次規劃 對 那以台66線這個高架化 就是有關於觀音大西段 這個現在的可行性研究的 這個期末報告 再做一個小修正 5月我們就能夠報部來審核 那委員所關心的其他 進一步串聯的 跟台66線有關 我們會並入來推動 好那謝謝部長 所以請一定要把 這個連到台6實現 包括剛剛這五個交流道 一定要一次到位 然後我們要盡速加速來辦理 好不好 整體規劃 然後就是當然分段 加速來推動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國二假線 這一張照片 其實大家都很熟悉 看了大概十年了 那這個當然是因為 當初預留的關係 後面有一些問題 那我相信部長也很清楚 所以我們直接跳到 我們現在的狀況 就是下一張 我們現在其實已經部分動共 國二假線連到台6實現 我們算一個半好了 現在要分兩個岸 一岸變兩岸 現在前端先通到台15線 這個部分也分兩個公區 現在我們圖上所看到的 這個第一公區 是先動共 因為它沒有用地 取得上的問題 所以這個地方已經在施作了 這很感謝交通部 這個也是客不萬難 我們自己的地 那現在我想問的是說 就這個部分 第二公區的進度 因為這個跟航空城計畫 的推動有關 那這個也跟交通部 沒有很大關係 所以是不是請部長 跟我們說明一下 到底這個第二公區的進度 有沒有困難或是問題 因為 這個地方上已經就在想說 會不會到時候 兩個斷橋 也就變兩段斷橋在那裡 這個其實是很糟糕的 現在就是用地取得的問題 那為什麼分兩個公區 因為與其在那邊等 不如我們 我們高公區可以做的 我們就先做 對 沒有錯 我們有一些設計的調整 那我現在希望的說明是 第二公區 就涉及到用地取得 有一些土地徵收補償 對 那我們也加速在處理 那包括桃園市政府 對 也在協助 相信都很認真 很努力的 現在要加速這個部分 因為那個 好像被空中的 沒有接起來的橋 是確實是 照護線的狀況 大概什麼時候 可以這個部分 也可以開始來施作 應該我們同步在進行 這個協調跟地主 那原來有少數比較強烈反對 那當然我們也在協議 這個就是用地的徵收補償的一個協議 好 那我們最後一部分就是說 這個只到台15線 因為你只到台15線 其實你這個大人交易到 這個市區內擁篩問題 只解決一半 後面要接到台61線 就剛剛副長講的 剛剛副長主動提到 好 希望說到這個台61線 也能夠儘快來進行 那當然因為去年 這個選舉的期間 部長也有特地來到我們這裡 來說會跟環保局 因為這10月底的 環保署 環保署來積極的協調 希望能夠進出 那我想問說 從去年10月到現在 也好幾個月了 目前進度如何 好 也就是說一條台61線 從新北到台南300公里 以前都可以蓋 結果現在去串聯了 而且是高價 竟然我們的行政程序 現在因為更嚴 因為包括二階環評或什麼 甚至路怎麼找啊 都要去回避 那些可能生態的考量 那過去是這個是環保署的事 我們交通部啊 基本上就是配合 可是我有跟我們 這樣不行啦 你們是開發單位 所以我們現在是積極 就是來跟他們協商 來解決環評裡面的問題 因為有一些參數啦 因為這個真的整太久了 我們就積極一點 把他當作自己的事 來辦理就對了 不然的話這一段 永遠也連不起來 要無期啦 所以說一定要拜託部長 這個要加強好不好 就是說我們如果用 早期台61線 開路的時候的標準 那沒有理由現在 國二甲 因為他已經有路在那裡了 已經有路在那裡 就是連不起來